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董事长过生日应该大摆演习才对啊 一定会一乡便饮 其一时之盛啊 妈向来不喜欢铺张 她喜欢一家人都到齐了 然后开开心心地吃顿饭就行了 董事长果然是个务实的人啊 这么晚了 志愿怎么还没到啊 外面正在下雨呢 香港一下雨就堵车 不过应该快了 巧儿你啊 永远会为志愿说好话 你中她的毒太深了 我从小就跟我二哥最亲啊 这点书贤都清楚啊 我要去洗手间 书贤陪我去 好啊 走了 我们坐吧 巧儿的个性就是好啊 如果书贤有她的一半就好了 也不是啊 我喜欢书贤 巧儿啊 太古怪精明了 巧儿再长大一点就安静了 志愿和巧儿他们是不是 他们两个人的事啊 我这个做妈的真的不清楚 所谓儿女都各自有命 我们管不了 不过我觉得志愿和巧儿啊 真的是很般配啊 妈 不好意思啊 我来晚了 这位是 我妈 我家人 潘孝琪 依依的妹妹 伯母你好 我是孝琪 好 欢迎欢迎 潘孝姐请坐 来 二哥来了 今天是董事长的生日 我们祝她身体健康 长命百岁 来 干一杯 谢谢你 妈 生日快乐 孝琪祝伯母青春永祝 永远那么高贵 优雅 谢谢你 潘小姐 之前我在杂志上 见过你的照片 不过今天见了真人 觉得有点不同 我年纪小不懂事 是志愿她教会了我许多 这位一定是巧儿小姐吧 志愿她常常跟我提起你 你真的很漂亮 很有气质 我来敬你 你也很漂亮 干杯 董事长 这个不错 这位一定是大哥的女朋友 你也有个舒贤姐姐吧 我也来敬你 你好 潘小姐 听说你是唐依依的妹妹 志愿和依依的感情很好 是 自从依依死了之后 志愿一直很伤心 这次能够完成依依的心愿 找到她的妹妹 真可谓是天意呀 我答应过依依要好好照顾萧綦 我希望大家以后 可以拿萧綦当自己的妹妹一样 好吗 那这些是机会 我敬大家一杯 好好照亮啊 来 你不用每杯都喝光 先吃点东西啊 怎么了 书贤 没事吧 书贤 怎么了 我有点恶气 去一下洗手间 不好意思 我 我派他一起 麻烦你了 乔儿 怎么样 好点了没 书贤怎么样了 来 若楠 来 不要起来 不要起来 先躺下 她还是有点恶心 君豪 你先去大厅坐一会儿 我跟书贤聊一聊 好 好 吐了几次啊 三次 月经多久没来了 忘了 书贤 你不用害羞 你和志弘只有那一次 后来还有过 一直都没避孕吗 那你的腰有没有觉得酸软呢 有一点 你明早去看妇科医生吧 我猜啊 你有了 若南阿姨 那我该怎么办啊 你都跟志弘这么好了 现在又怀孕了 要马上结婚了 可是 我不知道志弘怎么想 我不管他怎么想 男人负责任是必须的 换了另外一个女孩 我也会这么做 可是若南阿姨 我不想志弘因为我怀孕了 而被迫和我结婚 我会和志弘好好谈谈 怎么处理 我听您的 那我要当姑姑了 这样我就有一个小糯米团 让我抱着玩了 你就帮忙换尿布 我才不要 我不要 不然你会做什么呀 我不想玩啊 给我包起来 好的 小姐 果然是心情好 穿什么都好看啊 听说你跟曹志远 又打得火热了 是啊 又在一起了 不过志远这个人 就是一杯温吞水 太斯文了 热不起来 男人能不能热起来 关键是要看女人 我听说 你跟志远的哥 有一腿啊 我的事情你不用管 只要你按照 我教你的去做 我包你一招麻雀便凤凰 你也别当我是菜鸟 好忽悠 你不过就是把我当麻仔 给你做内应嘛 你这只小狐狸 要不是我教你扮唐依依 她能被你迷得神魂颠倒吗 没错 是该谢谢你 那我告诉你个秘密啊 说 那天我去她母亲的生日宴 那个邝叔贤没吃两口 就吐得稀里哗啦的 我看人家早梦已成舟了吧 不可能 这种女人是绑不住曹志红的 她是个有野心的男人 像一匹狼 那种小白兔似的女人 对她来说太清淡了 也只有像狐狸一般的送小姐你 才配得上她的重口味咯 再去多挑几件衣服吧 我送给你 您稍等 这种小恩小惠就算了吧 我现在呢已经还了一个情报给你 不欠你了 那你以后就再没有求我的事情了吗 我想还是一马归一马吧 我这个人不太喜欢欠人间人情 还说我是狐狸 我看啊 你才是一只小狐狸精 我们俩就是同一类的 不要以为你买几件衣服给我 就能使唤我 要想让我替你办事 好处得先讲清楚 干脆我喜欢 以后有事我会打给你 好 若乃啊 不用那么紧张 巧儿跟舒贤去了一个早上 都没回来 电话也不打了一个 哎 他们都那么大了 会自己照顾自己的 你要觉得无聊 我陪你去公司 那也不用 等他们回来吧 哎 车声 哎呀 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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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句号叔叔 妈 巧儿 怎么样 哦 医生让他走慢点 走慢点 嗯 舒贤 爸 若南阿姨 哎 舒贤 来来来 先坐下 来来来 舒贤 怎么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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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儿 你说吧 你自己的事情都让你自己说了 怎么能拉没人上交啊 你说吧 我 我先上去 哎 你走慢点啊 哎 哎 巧儿 快说怎么回事 医生说 已经有六个星期了 啊 让他穿平底鞋 所以呢我们就去买了三双 好啊 六个星期了 君豪啊 我们这是双喜临门 是啊 太好了 前些日子我让志弘向你提亲 他没有什么做的不得体吧 来提亲 他前些日子忙上市 没顾上不急 都要结婚了还不急 好好好 我得问问这臭小子到底怎么回事啊 他太忙 志弘 前几天你有没有向君豪叔提亲啊 我告诉你 君豪叔是我们家的好朋友 这件事你不能失离 前些日忙着上市 我没来得及问你 可不管多忙 这事也得做 妈 你给我些时间想一想 想一想 人都怀孕了还想什么 志弘你太让我失望了 如果这时候 你还吃着碗里想着锅里的 你就不是一个负责任的男子汉 淑贤跟你们几个兄妹 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他的个性怎么样 你应该很了解 他肯把自己交给你 就是死心塌地跟定你了 现在他有了身孕 你在这个时候还说要想一想 你什么意思啊 我只是还没有心理准备 没有心理准备 你跟人家上床的时候 又没有心理准备啊 第一次你说是喝醉了 那后来呢 每一次都是喝醉了 婚姻是一辈子的事 那我明白了 你是不愿意了 你现在不要当我是你的妈 你当我是舒贤的妈 舒贤现在怀孕了 你总要面对我 你用什么理由来说服我 妈 我不是不想结婚 只是想用点时间 来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 不然恐怕对人家更不好 那好吧 上次我说得很明白了 我宁愿负天下人 也绝不能负你君豪叔 如果你决定不去舒贤 我会给你一笔钱自立门户 辛汉里这个公司 现在容不下你 我要给人家一个交代 我知道了 妈 你给我点时间行吗 我现在已经够尴尬的了 这两天你别来公司了 我会告诉君豪叔 你有点急事出差了 你想清楚了再回来 一个不肯承担的男人 干什么事都不会成功的 喂 怎么终于肯接我电话了 我在忙 没听到 什么事 你在哪里 在家 骗人 我才不相信你在家 你怎么会知道 因为我很了解你啊 你心里想什么我都知道 你说吧 有什么事 我想见你 我想见你 你在哪儿 在中环 上次你陪我散步的地方 那么久不见 你瘦了 不会是在减肥吧 我有一件事情想跟你说 你要当爸爸了是吗 事情就是这样阴差阳错的 那天晚上我要是没有接那个电话 也许现在你孩子的妈妈就是我 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 你真的要跟她结婚吗 你们男人可真好 一边可以准备当新郎 一边还可以约情人出来聊天 继续再骗他几天 我不想骗你 没事 电影里这种故事我看多了 所爱的人结婚了新娘却不是我 我想我已经学会了成熟 我们还没到那个地步 曹志宏 你一点都不了解我 你知道吗 我是那种爱了就爱了的人 其实不管我们有没有上床 在我心里我就是爱你 我早就把你当成我的爱人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也许我只能说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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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志宏 我不希望你跟我说对不起 我宁可你骂我 你骂我蠢都行 你不要说对不起 因为你说对不起 你就要离开我了 你冷静一点 我今天晚上出来见你 就是想跟你说清楚 现在说了 我走了 志宏 志宏 我不相信你心里对我没感觉 我知道你一定是爱我的 我没有办法 我不能让我妈难受啊 那你就忍心让我难受吗 那我能怎么样 你的意思是 如果你不结婚 那你跟你妈的关系 就彻底破裂了 是吗 这完全是我的错 如果书先没怀孕 事情还可以改变 但是现在 我一定要负责到底 好吧 你去做你的好儿子 做一个负责任的男人吧 不过 我永远都不后悔 不会后悔我爱过你 你 曹智虎 你逃不掉的 嫁给我 嫁给我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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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我怕被人看见 我跟你在一起 你这样不是更引人注目 是吗 你大哥婚期定了 哦 星期天 这么快 哎呀 大人能等 小孩不能等啊 难道大着肚子 在办婚礼啊 我需要你把你大哥 筹备婚礼的时间表给我 哪天登记 哪天婚宴 哪天拍婚纱照 大事小事我都要知道 你不是要捣乱吧 要你管 我当然要管了 如果他们知道 是我告诉你的 我死定了 如果让他们知道 唐依依的死跟你有关系 那才会更严重吧 姑奶奶 你别经常提这个好不好 其实我这个人 爱憎分明 那帮我的呢 就是我的朋友 不帮我的 就是敌人 别别别别 我们怎么会是敌人呢 我们这儿好朋友吗 是不是 来 干杯啊 心情不错啊 想通了 轻松多了 真的想通了 你也知道 那个呢 妈不喜欢 所以我跟她在一起 压力会很大 但是舒贤就没这种感觉 所以就这样决定了 那不就好了 新娘子来了 对不起啊 能不能耽误你们几分钟 我们老板娘赶着拍几张 送去杂志社当封面 那好吧 就几分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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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巧啊 我们真是太有缘分了 新娘子很漂亮嘛 志宏同学 你很幸运哦 对了 这的老板娘是我的好姐妹 今天特地邀请我来 替她派婚纱照 想不到又见到大家了 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 我们是付费的顾客 现在是把我们付费的时间 让给不花钱的模特 所以请你注意珍惜时间 慢慢拍 帮我拍得漂亮一点哦 好 好 再笑一点 好 很漂亮 来 书贤 我们先回去吧 哥 我们去喝点东西 好 好 再笑一下 不要不开心了 你看你把妆都给弄花了 这个女人今天分明就是来捣乱的 我究竟欠了她什么呀 她到底要怎么样才肯放手呢 书贤 冷静 走到这一步我们已经赢了 咬住不放的只有疯狗 你没必要为一只疯狗生气吧 今天是你大好的日子 你要高高兴兴地走出去 以胜利者的姿态压倒她 巧儿 我真的觉得好累 为了一个男人 需要这样不择手段的你挣我抢吗 这样值得吗 现在是别人来抢我们的东西 这叫自卫 打败疯狗最好的办法 就是彻底摧毁她 让她夹着尾巴逃 自从妈那天生日晚宴上做出决定开始 我们就已经没有退路了 你说得对 我没事 谢谢你 巧儿 那个女人走了 现在当我们了 来 拍照 裙子弄一下 这张漂亮 这张漂亮 这张我笑得太丑了 这张书贤笑得很美啊 把它放大了 放在酒店大堂吧 我不要 那我就嫁不出去了 嫁不出去才好呢 留在家里陪妈妈 我就算是嫁出去了 也要老公倒叉门 跟我一起陪妈妈 有嘴滑舌的 我怕你倒是嫁了人呢 就忘了老妈了 不会的 来来来 我来挑一张 这张 这张漂亮 嗯 俩人照得都好 是啊 我饿了 就算了 在这儿 我去来 您去哪儿 两家人 回来 就无奔 我义到这儿 看得到你 你甚至你是 看得到你 不得了 看得到 你超过 你也会说笑啊 我是认真的 今天那个女人来 是来抢我老公的 我在想我邝书贤这样做 是不是在亲见自己 非要去跟这样一个女人抢老公 今天她走进来的时候 我以为你完全不会理她 但是你还是跟她打了招呼 说实话我真的很失望 你和她打招呼 就证明你没有关上那扇门 她日后还是会来纠缠 我不是怕输 我只是不想和那样的女人争 我知道 你选择和我结婚 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有了孩子 但是之后 孩子不是我们拥有 美好婚姻的通行证 如果你和我结了婚 还和那个女人 藕断丝连的话 倒不如我去做流产 免得热和我们大家都痛苦 你别误会 我已经不打算地见她了 我今天只是跟她打个招呼而已 志宏 我今天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可以说不和我结婚 我绝对不会怪你 以后大家还可以做好朋友 但是如果过了今天 你还和那个女人藕断丝连的话 我会恨你一辈子 我已经不打算地见她 我是真心爱你 真心爱我们的孩子 我也很希望我们能有一个美好的家庭 你真的考虑清楚了 放心吧 我们一定会幸福快乐 妈 快快乐 为什么弄这么晚才回来啊 大家等你一起出去吃饭呢 我刚看完那部电影的初剑 你们先去吧 我一会儿就到 别太晚啊 八点半之前到 OK 好 别生气了 我真的没有生气 乔儿 我只是觉得他这个 谁生气了 二哥 我们聊天呢 你听什么呀 出去 有没有搞错啊 那个宋子华还缠着大哥啊 有那么一两次 我趁志弘睡着了 偷偷地看了他的手机 每天少则十几条 多则几十条的信息 那大哥回了没有啊 回了我也不知道 但是志弘 留着他发过来的信息就证明 他没有跟他一刀两断的决心 那怎么办呀 说实话 乔儿 我现在 我现在真的很乱 我在想 我是不是应该退出 面对这样一个 这么有野心 这么疯狂的女人 我真的一点生算都没有 与其惨败 不如早点退出吧 不行 大哥要是和那个女人在一起 妈会被气死的 可是我能怎么办呢 想个办法 打败他 有什么办法 有 但你就不知道你肯不肯 你快说 那晚之后 你跟大哥有没有 你可以假装怀孕 让妈给大哥压力 不行 这种事情能装多久啊 两三个月就装不下去了 你跟大哥不是一直有吗 有着有着就真有了 妈知道你怀了孕 一定会比大哥跟你结婚的 那个时候 就算那女人再怎么缠 都没有用了 可我还是担心 你放心 有我帮你 不会有人发现的 你让我好好地考虑考虑 已经没有时间考虑了 必须从今晚开始 怎么开始 从呕吐开始 快点结婚吧 你已经煮成熟饭了 不会再有意外了 喂 妈 这边下午行不行 师父在这儿 你等一下 我妈 哦 若南姐 杨文 志宏过两天要结婚了 你想来的话 就来喝一杯吧 多谢你邀请我 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一定来 不过 我希望您保持克制 我会的 好 师父您会去啊 如果我能有时间 我会去的 开车 书贤 你从小就没了妈 我一直觉得 我就是你半个妈 我只有看到你出嫁 才能心安 现在你嫁给我们的志宏 对他对你 我都算是功德圆满了 若南阿姨 您对我的好 我会永远记得的 书贤啊 还叫阿姨啊 应该叫妈了 对啊 快叫妈 妈 书贤啊 明天是你大喜的日子 一定要小心 你不要忘了自己已经怀孕了 明白吗 嗯 明白 对了 志宏 不知道在家里和那帮男孩 以后方成什么样了 是啊 你们是不是兄弟啊 非常 mushroom 别道了 很好 来来来 喝酒啊 喝酒 来来来 喝酒 明白吗 我爱你 太真事啦 我这么爱你 你真实情感 到那儿 来 gehen 我让你永远都看不到我了 不错啊 这是我送你的结婚礼物 我说你 永远幸福 永远快乐 来 我敬你一杯 哥 没事吧 没事 我先出去一下 要不要我陪你啊 不用了 一会儿就回来 大哥 大哥 你干吗去 不用管他了 来来来 我开始玩游戏了 玩游戏开始放了 来啊 你们一个个都拿 放你去 来来 喝酒 喝酒 子华 子华开门呢 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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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弘 志弘 你怎么那么傻啊 你 志弘 你来了 我刚刚跑在浴缸里 我就想这么死了算 可是我又想 万一你来了 我死了会连累你 你明天就要结婚了 我不能害你 别傻了 为了我不值得 你可以找一个比我好一百倍的男人 不 在我心里 你就是最好的男人 我知道你能来 你心里是有我的 你之所以娶那个女人 完全是因为你妈 但是我是真心爱你的 真的 我对你没有要求 我只希望 今天晚上你是属于我的 明天早就 你想娶谁 都可以 你还是可以去做你的新郎 我只希望能保留 今天晚上的美好回忆 我保证 以后我不会再见你 我甚至连一个电话 都不会打给你 我是真心爱你的 相信我 我是真的爱你 书贤 你今天真漂亮 真的吗 爸 对对对 拍照 来 来 该我了该我了 怎么了 志远 妈 是这样的 哥昨天下午出去了 没有人知道他去哪儿 到现在都没有回来 不过呢 我已经叫人出去找他了 好好好 那手机呢 来来来 换一位 换一位 滚起了 好 就这个位置 好吧 还有两个小时就要行礼了 你们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我知道了 您放心吧 我一定会把他找回来 您放心 好 时间差不多了 快十二点了 来来来 进房间吧 来 小心裙子啊 扶一下扶一下 好的 好 爸 您不用这么紧张 好好好 不紧张不紧张 继续走 来来来 没事 我给你拖着 来来来 哥 他们还没有来了 前面小心啊 快来了 开门 再等一会儿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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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志弘 你要走啊 是 你不是还要去婚礼吧 为什么不去 为了一个处心积虑要骗我的女人吗 我 我骗你是因为我爱你 够了 志弘 你不要去 够了 志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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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子 志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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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该怎么办 怎么办 妈 来了 赛哥来了 来了 妈 什么都不要说 我不想听 好了 快点下去行李吧 有事明天再说 来 好了好了 我大哥来了 没事了 没事了 大家开心一点 我大哥好日子 好好好 慢点 慢点 来来来 真漂亮 新郎新娘 从美丽天使手中 取下完美纸环 为你们心中的爱人 佩戴在无名纸间 曹中虹 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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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结婚 什么人 什么人 如若想在地 统统失去 你叫我怎反应 仍望着上天 天不开眼睛 如省下自己 走出放夜 血瓶里素性 谁人在历练我 逼我学好性 从前谁并没大喜 不须争气 不会觉得比你 然而谁并没道理 将我乱头在地 若我不无情 风天动地 定会吸红流一宗到尾 为流言唯有 抛弃自己的